HELLO 新浪娛樂的網友們,大家好,我是王俊凱 今年春晚的節目是跟李永浩一起表演 好像,就我們之前好看你們網上好像0033有些互動 最早的淵源是因為浩哥就是向浩哥邀了一首歌嘛 叫小棉袄,是通過那首歌認識的 然後所以這次真正合作起來在舞台上一起唱歌,然後感覺怎麼樣 覺得就是跟浩哥的淵源還不淺,就是 而且還是在春晚的舞台上,就感覺很有緣分吧 接下來怎麼打算深入這個緣分呢? 深入就是應該會再向浩哥再要一首歌吧 所以邀哥這件事已經說出去了,還是說自己慢慢再醞釀中再計畫 應該有暗示到吧,應該應該 但之後也會想跟浩哥再合作一下這樣 對,因為你也上過這麼多年春晚了,其實有沒有考慮過什麼時候挑戰一下小品? 因為我是覺得在春晚的舞台上的話,感覺還是有點小緊張 如果是語言類的節目的話,多學一點之後就自己可能 心裡有個底之後可能會去挑戰一下 因為我覺得春晚的舞台上演小品的話,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情 可能心理上的建設要稍微做得足一點,對 你自憑覺得自己幽默感怎麼樣? 我算是那種冷幽默吧,就是 1月18號,我看到你又卡掉給自己的idol 周杰倫發了生日祝福 所以你每年是自己有定個鬧鈴嗎? 我就是因為我怕忘記,其實也會定鬧鈴這樣 你真的會感覺有事情? 對 因為我們看到你今天給他發的那個東西就是有雙倍的奶茶和那種雙層的蛋糕 所以是怎樣?因為今天網友都會調侃一下嘛 所以傑文哥哥有一點發胖什麼的 你說那些主要不把他發胖嗎? 可能我的奶茶是無糖的吧 這麼貼心 那所以idol私下有回應你一些什麼? 嗯,他在忙著學打網球吧應該 你現在拿著駕照之後,你覺得自己算是有沉迷開車的這種玩意嗎? 我其實真不算沉迷了 在我剛拿駕照的那三個月吧,就是特別愛開車 就沒事兒都想出去轉一轉 就是有什麼,比如說有誰有事兒都想出去接他 就接送,就是比如說家裡要出去 有人要出去買東西,我都想去接送他回來這樣 但是也都,我其實拿駕照滿久了 就,對對對,所以說其實也沒有那麼熱愛開車了 所以你最近私下比較熱愛的事情是什麼? 最近的話,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熱愛的事情 除了工作,就休息這樣 有很多網友說,就感覺到小凱開車 就能感覺到說你很難認的一面 就是啊,小凱開車了開車了 你能不能跟我們列舉一個 你認為自己在做什麼事情或哪個瞬間 我還蠻蠻蠻難認的 就自己評下這種事情就有點怪 因為我覺得我做什麼事都是 就是以一個男人的視角去做的 你答案之前會覺得你是男孩嗎? 嗯 你會覺得昨天女生會做這種擔當嗎? 嗯,拆快遞 你去拆多大個擔當,發現自己有燈 因為我家,我會買那種手辦嘛 很大的手辦,就特別大的箱子 然後自己拆 對 嗯,因為很多人都說剛過去2019 都說是很難的一年 如果現在讓你想到 比如三個,我太難的瞬間 你會想到什麼? 嗯,三個我太難的瞬間啊 第一個應該就是 印象最深的最難的 應該是演唱會那段籌備的階段嘛 那就是時間也很緊 然後呢,工作的 想的東西也很多 然後就是要確定的一些東西也很多嘛 所以那段時間確實也挺難的 嗯,然後第二個挺難的 中餐廳的時候吧 嗯,洗碗的時候 確實挺難的 第三個的話應該是 就是冬天了嘛 拆快遞稍微有點麻煩 因為手太動 很不利索 嗯 你覺得很適合拆快遞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買東西拆就很麻煩 就不想拆 那我想你想一個 就2019年你覺得人間值得的順便是什麼 幸福的瞬間 幸福的瞬間啊 應該是 因為我有一個 有一個那種 櫥櫃應該是那種 專門放手辦的 就滿滿 就是全是手辦就很幸福 感覺 對,剛才你說工作以後 就是拆快遞拿手辦做手辦 然後在拆快遞拿手辦 然後在拆快遞拿手辦 嗯 就是手辦多嘛 家裡太多 現在家裡有多少 很多 我都擺不下了 差不多 一、兩、八 嗯 差不多吧 那最後跟新浪娛樂網友 就是說句祝福 祝新浪娛樂的網友們 新年快樂 鼠年大吉 萬事如意 心想事成功績發財 福如東海樹比南山 好 任勝哀 祝新浪娛樂網友 appro 寧 感谢观看